我去看那個阿甘電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也差不多是這樣 想做什麼 就是一股腦的 就是 不是從 就是我要把它做好 在訪寮已經快50年了 所以說已經進一甲子了 再努力一下下個50年 我希望是不是訪寮能更好 訪寮很好 所以我們希望從訪寮 從冰凍出發世界看得到 靜密的漁村小鎮傳來村長熟悉的廣播聲 在屏東訪寮這純樸的鄉下 有間海鮮餐廳卻遠近馳名 讓許多遊客在匆匆的旅途中 選擇按下暫停鍵 觸阻停留 來喔 上菜喔 坑牆有力的鍋鏟 跨破小漁村寂靜的空氣 也敲醒了機場露露 食客們的胃 寬敞的百瓶廚房 如臨大敵 每個人幾乎都是聞香而來 遠近馳民 而且它是在往墾丁的方向嘛 你如果要來墾丁旅遊 中途在那邊吃個飯 這好墾丁去 也是滿方便的 是這邊的民店 在訪寮裡 隨便問一個人都知道 他們這個店 喜歡海鮮的人 這家特別新鮮又好吃 開業很久了 已經是老店了 他以前在那個中山路的時候 就很久了 然後搬來這邊 好像是兩年左右的 我不只是老客人 是老主顧 好朋友 我們一定會過來這邊吃的 這也可以是我們訪人的一個指標 一個代表性的一個餐廳